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东远 日复一日淘机 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本月中旬iPhone13即将发布 到底香不香 关注我 所有的行情都在这里 现在我们出发去市场淘一下 今天要拿的机器 现在我们先来拿几台 非常适合做备用机的苹果八代 这个是64G的电池效率也是非常高 全装没有拆修的市场上现在也是非常少 我们赶紧挑几台 那我就要这这四个吧 你给我底一个剩三三个你给我按整数吧 电池100我这么要零多了 这么的这没有100啊 那就是 这前后都都有点花啊 行吗 那我看没电了 不想不想看了 你这么那个机器 你要我干到了 要不你其实没那么多了 这些都是严专的 那苹果啊 你去弄一下就行了呗 天不能盖住就行了 对啊 天不盖就行了呗 现在人家买难找 是个难找啊 要不然我不会拿这么多 刚才我们1000块拿了几台这个小钢炮 再来拿一台这个外观跟他一样的s1第二代 这个的话处理器就升级很多 外观的话都是准心的标准充电个位数 现在市场上是比较多 目前拿的话是1600 像苹果的机器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操作 也是适合叔叔阿姨们使用 现在我们再来帮一个粉丝朋友拿一台这个苹果1264g的紫色 这个机器的话充电只有几次 也是算得上准心机了 每版三网无锁的 目前市场拿的话是4000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ipad专区 拿一台ipad pro11寸2tb的m1芯片 也算是简陋的一台 第一个卖9000 第二个卖8500 这个机器的话搭载m1最强的芯片 最大的内存量pd 它这个机器是全新 为使用的官换机 查了一下官网是卖14000多 正常这个官换机市场的话是卖8000多 这个单口大哥的话是到了三台 已经出了两台 还有一台的话就是不小心磕碰了一下 他这边也是非常不情愿的 便宜了1000多7500 把它拿下 可见这种新款的产品价值比较高的 外观有瑕疵 对它的价值影响有多大 包括跟粉丝拿机器也是一样 一定要检查好再检查好 不然的话损失的就是自己了 顺便再拿一台这个迷你564g的wifi版 这个目前拿的话市场全新的官换机是2000 还有一台是2020款的12.9寸1t的插嘎版 这个市场拿的话是7000 这边一个粉丝朋友想要一台这个12pro512G的双卡双待 可以双卡双待可以全国联保 再保还有120天 像这种512G的大内存 因为它差价不是很大 也是非常稀缺 我们找了一台这个港版的电池效率是100 单口这边也是怕13发布了 会大吊价 也是比正常便宜了100 7500 我们给它拿下 最后我们再来拿一台这个即将迎来大吊价的iPhone 12 Pro Max 256G的黑色 这个是每半三万五锁 充电是零次 基本上也是钢激活未使用的 外观是准新的标准 目前身上拿的话是在6900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话想美淘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